多功能镇压裁检站需要动用大型吊车才能载运就定位 从疫情爆发以来随着确诊人数的增加 许多地方都设立快筛站加速民众筛检 北荣苏澳原三分院则设在急诊室外 但天气炎热裁检人员全副武装坚守着防疫前线非常辛苦 镇压筛检站打造舒适的检疫环境 全台国际福伦12位地区总监设有 发起了募资、募工、募料行动 产出135座多功能镇压裁检站 捐赠给全台115家医疗院所 而荣民医院苏澳原三分院也分别获赠一座 大力支援着医院的防疫工作 首先代表台北荣民总医院 苏澳纪委三分院 这边感谢国际福伦社台湾十二地区 共同来捐赠、镇压裁检 镇压裁检这个装备 对我们医护人员在大和田执行裁检的工作 非常有帮忙 而且效率更好 環境更舒适 能让裁检工作更顺利的进行 移动室筛检站 将检疫人员和病患独立开来 减少相互感染疑虑 而且内部也有装设冷气机 让医护人员安全舒适的完成裁检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和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